南韓新沙市疫情持續 不僅打擊當地旅遊業 連帶本港的韓式商店亦受到影響 當中以售賣南韓服裝的店舖打擊最大 有服裝店主本來計劃在6月中和8月到當地入貨 但由於疫情嚴重而取消 導致缺乏新貨之下生意大減 例如機票我們都cancel了 暫時不廢住 變成我們補貨可能會慢些 另外有些貨都可能補不到 因為相對來說也少了人去他們那裏拿貨 變成他們那裏都未必存到的量去生產 雖然店主在當地請買手入貨 但由於疫情嚴重 買手也不敢經常外出 如果情況持續或轉到泰國和日本入貨 亦有店主說即使有買手幫忙採購 他們的眼光亦都未必適合香港人 成本亦都會上升 少些選擇 有些招貨的時候 接貨會特別少少 現在變成沒有那麼多 之後會多選 會那麼多選 還有他們都會失望 除了服裝店之外 售賣南韓首飾和化妝品的店鋪 亦都因爲疫情而生意大減 貨品囤積 位於沾沙咀的韓式食市 負責人說 港人對南韓食品很敏感 生意大減一半 在貴租的情況下更加難做 有賣豹菜的商戶亦都說生意受到影響 但說豹菜本身可以殺菌 認為港人不用太擔心 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副理事長鄧長勝就擔心 韓貨店入貨成本增加 生意減少又要捱貴租 或者會影響零售從業員的生計 加上港幣高企 競爭力比其他地區低 因為本港不是爆發新沙市的地方 所以業主未必限減租 如果影響嚴重 商戶應該考慮轉型賣其他產品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王家和說 南韓疫情一旦失控 港人對南韓食品信心會進一步下跌 如果韓食店的生意持續受到影響 將會提供協助 ONTV都網電視新聞台報導